我現在來到羅家的烏觸面 但是呢我是要吃烏觸面嗎 當然不是啊 那我今天來吃什麼呢 賣個關子啊 因為要吃好東西當然要帶好朋友啊 而且呢我都要帶誰呢 都要帶我們米其林超級的製作人秋顯成 做了米其林的秋顯 我沒有這麼挑 因為呢我今天要帶你來吃 我今天要帶你來吃的是五星期的小吃點 好 它是米其林級的豪宅 十幾面 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它有什麼 你看它這個大蝦你看 不夠大尾 現在不是只有肉麻大尾 你看蝦都這麼大尾 然後你看我記得我上次吃 沒有吃到這麼大的 哇我手都撐不起來 這種大蛤蟆很少見耶 這只有在日本料理才吃得到的 而且一般它們都是叫鹽蒸 或者是鹽烤或者是鹽煮 那你看它這個是好大一個 通常是加一點酒去烤的 沒錯沒錯 然後你看還有這個這麼新鮮的 魷魚 這個是花枝丸 花枝丸 花枝丸 你看它現做的 這個好像是乾黏肉 對我剛剛就講 它是現沙的 都是新鮮的 然後油豆腐 油豆腐 便宜一米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 哇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好像魷魚不只一片 對你看 手工的了 來趕快來嘗嘗看好不好吃 來 好香喔 這個就可以沾醬了 因為魷魚的味道比較淡 這手工麵條真的好Q喔 越嚼越帶勁 我其實很喜歡它的湯頭 湯是越喝啊 你的兩片唇 就黏住放不開了 因為它裡面呢 又有蔬菜的香 又有這個骨頭的香 然後呢 湯頭又夠濃郁 所以你呢 裡面那個膠原蛋白 骨髓呢 都完全釋放出來 所以喝起來那個湯頭 是非常非常的好喝 所以你這也都有老麵團發的喔 好棒 好棒 你也聞起來 好我先撥 是喔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你的底座是厚的 然後你看這個底座是厚的 但是你看它的表面 你看還看到那個 微微的那個 烏影烏線 烏影烏線的內線 烏影烏線 那我拔開來這個綠色的 叫做雪梨紅 來看一下喔 哇 哇你看你看那個 那個麵皮 哇 哇 很有延展性喔 你看哇一打開 哇雪梨紅的顏色 好清脆喔 哇 好香好香 而且它這個麵皮啊 越咬啊 越有勁道 然後吃起來 有帶一點 有一點奶味耶 還是揉的時候用了很好的愛心 所以那個奶味四億這樣子 嗯 嗯 你覺得它的麵 不只是麵香而已 對對對 嗯 延展性很夠 好啦 來看你的吧 我是我的葡萄 欸葡萄來的 真的是葡萄 欸有醃過的耶 葡萄是比較 裡面還有加那個蝦皮 哇 吃蝦皮嘛齁 很香喔 好香好香 嗯 嗯 來吃吃看 你們應該出爐的時候來的比較 出爐 出爐 出爐的時候 因為我的耳朵是什麼啦 嗯 如何 嗯 它應該 很新鮮的 嗯 然後去拌 然後稍微 一早做的吧 其實這出爐時間大概都七八點 七八點 所以現在已經 十點 已經出爐 好 好幾桶出去就對了 嗯 你們就 呃大概七點要起來做 三四點 四四點要起來 嗯 十五至五點 嗯 哇 然後一開始 線都是當天做的 嗯 而且很特別是 它的味道喔 嗯 我跟你說 等一下講的 這剛剛好 所以它本身的那個 麵皮香 跟這個 我們講的雪梨紅的味道呢 是很match的 而且它的那個 調味也不會很重 所以吃起來其實是 不會負擔很重的 好 來 我們來試一下 哇 哇 這稍微涼 但是剛出爐沒多久 對 剛出爐來 對對對 來 用我的手好了喔 對對對 我來 因為我很喜歡看那個 麵皮剝開那個 那個感覺 打開來有講那個味道 打開來就是一個大元寶 來試試看 哇 你看爆漿了爆漿了 真的要挺用力的 裡面還有爆香菇耶 而且香菇是整塊的耶 對 香菇還有筍絲 還有筍絲 還有筍絲耶 好棒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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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都不吃到 來來 來試試看 先回香氣 嗯 欸 怎麼感覺上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蝦皮啊 沒有 怎麼那麼 還是菜脯 也沒有菜脯 怎麼那麼香啊 好香喔 酥肉的味道 好香喔 啊 我不太能吃酥 吃一口啦 嗯 哇 那個酥肉很夠味耶 所有的鹹味來源 都來自於那個酥肉 而且這個 青江菜是有脫水的喔 嗯 當然不是用洗衣機脫水 他是把那個水分呢 把它抽乾 所以吃起來 那個青江菜呢 很有韌性 它的延展性是很夠的 嗯 口感很好 嗯 比較起來 跟剛剛那一攤 我們PK齁 這攤的那個餡料 稍微味道 更重一點 因為 更夠味 它的下料很重 對 剛剛那個是比較有清淡風味 那你完全就是 for這個 老人小孩準備的 嗯 然後這個 這個感覺味道很好 而且 而且它的那個 口感呢 真的 就是那個 筍絲 筍絲的纖維呢 非常的 就是纖維的口感 很夠 很夠實 所以吃起來很有嚼勁 滿 對 滿夾實的 嗯 一定沒有吃過 燙麵的麵 吃過沒有 我不太了解 燙麵跟一般的 是什麼對不對 對 我們等一下來吃他們家的蔥油餅 你就會知道 他們就是用很熱的開水去燙麵 燙麵之後這個麵皮會在 會在這個麵皮當中鎖住它的 一個筋性 所以你吃它的蔥油餅的時候 會覺得 有口感嚼勁 嚼勁有 然後呢也不會因為時間 溫度下降之後 那個嚼勁不見了 蔥油餅是 一般比較多是一大張的切的 它的是一個一個的 小張的 一人份的 燙麵 所以這一人份很飽足喔 燙麵其實 都要做成這樣的尺寸 你做了那麼大的尺寸 其實不好處理 等那麼久來吃吃看喔 哇 哇 那個蛋香 麵皮香 還有 三星蔥的香都有 好像裡面一大張的 稍微厚一點 它就是麵皮 就是帶鑽圈口味的 哇 喔 好香喔 吃到鑽圈口味的一下 很少 就拿出來比較遠 好吃 欸 酒菜了 酒燒焦了 嗯 好 今天很開心來到永安菜市場 永安菜市場是一個 非常古老歷史的菜市場 而且是一個鑽村菜最多的菜市場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古老的機器做出來的 不管是包子 饅頭 甚至於有很多的老麵團的麵條 還有包括像類似素食的專賣店 還有包括什麼呢 還包括了很多的炸物 都是手工的炸物 當然呢 對很多的現代人來說 來到永安菜市場 你就可以一次構築 每天所需要的營養跟健康 所以你鎖定我們的Lucky菜集 等一下才有好多精彩的故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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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